甚至是我们刚刚香港剑神他去打奥运 只手就是带着这个Love系列的Bango 你说多厉害啊 是吧 之前我经常说这个是姜濤同款 现在我要改口 好了 下一个 大家好 又是我指明哥 很久都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珠宝品牌的东西 差不多在年多前我就出过一个片 就是说十二大珠宝品牌 我都答应了大家说会逐个品牌 就说回他们的历史和一些名称的珠宝 我都做了一个就是Tiffany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回来看一看 但是都过了年多了 都提不起劲去讲一些珠宝品牌 但是今次我见到我们香港奥运的剑击队 主将就带着一只卡地亚的Love手额 我就突然想跟大家讲一讲卡地亚的品牌 希望你们有兴趣 首先卡地亚这个品牌是源自于法国巴黎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YouTube之后会有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法文 希望你们大家不要介意我有时会读错了一些法音 因为始终我不是很懂法文 我去得最多的那间法国餐厅都是Daddy Fans 好了 废话小讲开始了 卡地亚这个品牌的创办人 名字当然叫卡地亚 他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工匠家庭 之后他就去了一间珠宝店做学徒 去到1847年 他当时的老板就说不做了 他就接管了他师傅的这间店 就是在巴黎蒙托洛伊街31号的珠宝店 标志住卡地亚这个品牌就正式在差不多200年前就诞生了 200年前巴黎绝对是世界艺术和时尚的中心 卡地亚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 就向上流社会黄塞的客户推广他的珠宝首饰 去到1853年 他就把他的店铺搬了去巴黎更旺的地方 去了巴黎的第二区 因为旺了 令到卡地亚的客户就进一步扩大了 这个moment 法国是处于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之下 之前因为1848年的革命 霍乱 令到巴黎的人口下降 和经济不太好 但是这个moment 巴黎又恢复昔日那种繁荣 那种浮华的气象 当时那些上流社会 一些party 舞会 一些社交活动都很需要珠宝 这种第二帝国的辉煌 就推动了卡地亚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当年这个拿破仑 Mahida公主都很喜欢卡地亚 卡地亚的生意就越来越好 去到1859年 卡地亚又再搬公司了 他去了巴黎当时的时尚中心 Italian大道的9号 时间过得很快 第二代的掌台人Alfred Cartier 在1874年就加入了Cartier 1899年就正式接管了这个品牌 卡地亚是第二代的掌台人 是一个很大的转列点 他由一个普通的一个地方的珠宝店 去到一个皇室金七招牌的珠宝店 他一转就转了他间铺再搬 搬了去巴黎更加 premium的地段 和平街13号 这间铺是吸引了很多当时的皇室 这间铺到现在这一刻都依然是Cartier 他没有搬过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巴黎旅行 都可以去和平街13号 里面依然有一间卡地亚 里面那些装修还非常维持古老的特色 是很值得去看一下 我之前去过的 但当时我还没拍YouTube 如果下次我再去法国 我再拍片给大家看 当时这个Alfred Cartier 他就周围去做国际展览 即是去不同地方做珠宝展 他也开始帮欧洲的贵族皇室 做一些定制服务 去到1902年的时候 Alfred Cartier就参加了 英国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 这件事去到现在都为人尊尊乐道 打开了他的英国市场 爱德华七世很喜欢卡地亚的珠宝 他还叫卡地亚制作了一系列的皇冠 和珠宝兽饰 还有一个金具 他就称呼卡地亚为皇帝的珠宝商 珠宝商的皇帝 时间又很快了 去到第三代了 Alfred有三个儿子 他很厉害 一个儿子负责巴黎 一个儿子负责纽约 另一个儿子负责伦伦敦 巴黎的就在和平街 伦敦就在Bond Street 纽约当然是第五大道 其中一个儿子叫做Louis Cartier 他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标和珠宝 在1904年 他帮他的朋友飞行家 Alberto Santos Dumont 设计了一款现代的钟标 就成为了著名的Santos标 他也引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好像现在都依然很流行的Tank Watch 灵感就是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坦克 所以真的叫Tank Watch 另外一个儿子Pierre Cartier 他在1909年 就在纽约的第五大道 开了第一间美国的分店 当时就吸引了很多美国的富豪 和荷里胡的明星去光顾 另一个儿子 他负责伦敦这个市场 在1902年 就在伦敦开了英国的第一间分店 还赢得了英国皇室的信任 他还很积极地拓展这个亚洲市场 当年英国当然很厉害 殖民地遍布整个地球 当年他特别在印度 因为当时印度有很多不同的宝石和鑽石 他在印度很多皇室贵族 获得很多很漂亮很大粒的珍贵的宝石 这些宝石还成为了卡地亚以后的设计来源和灵感 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卡地亚有一个很经典的珠宝系列 就是一个猎炮的系列 到这里就不得不提 在1933年 有一个女孩子叫做Jean Toussaint 被任命为创意总监 这个炮文系列就是他设计的 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是女人 因为当时女性在职场里面 不是好像男性那样普遍 但是当年卡地亚那两个儿子 他就对这个女性的才华非常上色 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partner 还是朋友 当时这个珠宝市场竞争很激烈 作为一个女性设计师 他的视觉和创意帮卡地亚带来了很多新的灵感 而且他是一个女孩子 他对一些女性的客户要求当然比较好 他就帮卡地亚在这个高端的珠宝市场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他除了很出名的猎炮这个珠宝 他还有一些印度的珠宝都非常成功 以后都变了一些卡地亚的经典 跟其他公司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卡地亚影响是很大的 大家当时都不断打仗 他法国公司巴黎给纳粹德国占领过 所以经济当然是收缩 不买珠宝不用死 所以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大幅下降 还有战争期间很多金、宝石这些原材料都很难拿 所以都很严重影响到珠宝生产 战争完了 卡地亚就要重振品牌 经历了战争的低潮 市场经济的复苏 经济也好 生意也好一点 去到1964年 最后一位卡地亚家族成员Pierre就去世了 公司卖给了一个投资团队 去到这个时刻 标志着卡地亚家族对公司的控制结束 但这个投资团队很厉害 他们成立了一间公司叫Cartier International 他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奢侈品品牌 大规模的marketing和参与很多很高端的活动和展览 同期1973年他就出了很多不同的精品 就像打货机、标、文具筆、皮具、香水、钟、眼镜都有 他命名为卡地亚式的必需品 当然珠宝当然不少了 其实去到这里大家都会留意 其实很多高端的品牌 其实他们除了出一些很signature的系列之外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product 比如Tiffany他除了卖钻石那些 其实你会看到有些水煲、茶壶、筆、眼镜、打货机 他们都会有的 或者去到Hermes 卖手袋、马鞍、丝巾、香水 其实什么都有卖的 所以我都不清楚是不是这么厉害的品牌慢慢都会转型 或者买多些不同的product 比如你去周大福这样计算 你不会看到周大福出眼镜 或者六福出皮带 去到近期一些 1988年卡地亚就被Wichmond收购了 力峰集团 或者大家都有可能听过Wichmond这间公司 它是一个专注奢侈品的跨国公司 卡地亚都是Wichmond其中一个部分 其实Wichmond有很多不同品牌 好像Dunhill、IWC、江斯丹顿、Piagre、Wencliffe 都是这间公司的 直到现在卡地亚已经是全世界一流的珠寶品牌了 一个很简单的历史就讲完了 现在就是整个youtube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卡地亚有什么signature 很经典的珠寶首饰呢 每一个品牌其实都有自己的历史 如果你说麦当努的历史 当然可以拍到一个很长的youtube 但其实我concern的只是他的汉堡包而已 所以去到这个moment 我就讲讲卡地亚的有什么经典的设计 和珠寶首饰 第一件就是这个 帕蒂阿拉大军的珠寶 是一条链来的 在1928年的时候 印度当年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大 有很多不同的大公国 里面其中一个地方 帕蒂阿拉邦 他就委托卡地亚就做了一条极为豪华的颈链 这条颈链是卡地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珠寶作品 它是用了2930粒链石而组成 其中有一粒234卡的黄链 整条颈链设计非常宏伟 象征着当年印度皇室的富贵和权力 但是这条颈链在1948年的时候就失踪了 可能被人偷了还是什么 因为当时印度在搞独立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皇室可能觉得不行 卖了还是怎样 这些我猜而已 但是当时真的失踪了 直到1982年 这条链才逐步逐步运回 其中很多链石和宝石已经不见了 卡地亚后来就修复这条颈链 重现了昔日的辉煌 第二样就叫做 Hope Diamond 希望链石 是世界上其中一粒非常著名的链石 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一粒蓝色链石 原产地都是印度 是17世纪时开彩 这粒链重45.52卡 在1909年的时候 卡地亚是一个宝石商人买回来 之后Pierre Cartier 就卖给当年美国一个社交名门Yves Lens 据问这粒希望链石是带有诅咒的 个个都说带着它就遇到不幸 但是不阻止它可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链石之一 去到1949年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链石商 Harry Winston 就买了这粒链石 之后就捐给华盛顿一个博物馆 现在你们去博物馆 都可以看到这粒希望链石 有一套戏叫做《铁达尼》 里面有一粒很大粒的蓝色链石 它们的灵感就是来自这粒链石 但你不要以为是真 其实是去购的 是假的 真那粒现在是华盛顿的博物馆 好了继续了 《铁达尼》系列 现在这个《铁达尼》系列 依然是大热 它的创作背景是在1969年 说到几十年了 卡地亚的设计师就设计了这个《铁达尼》的手额 设计很有趣的 跟其他现在的手额是不同的 它是要用螺丝来固定的 所以戴这个手额的时候 不是说就这样拍就可以了 是要用螺丝批 就算是除也要用螺丝批的 象征着爱情是很坚固很忠诚 戴了就除不回了 这个《铁达尼》手额很快就好受明星 那些什么社交名媛所追捧了 因为象征着持久的爱和承诺 我是男生都买给我老婆了 到现在这一刻卡地亚这个《铁达尼》系列 依然是最受欢迎的珠宝系列之一 不只是卡地亚最受欢迎 甚至是整个珠宝界《铁达尼》系列 都依然是非常受欢迎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一看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带着 就算是结婚戒指、结婚对戒 都依然会带着《铁达尼》系列 甚至是我们刚刚香港剑神 他去打奥运 手就是带着《铁达尼》系列的《铁达尼》 你说多厉害 之前我经常说这是姜濤同款 现在我要改口 下一个《铁达尼》系列 法文叫做《铁达尼》系列 这个系列就不用多说了 《铁达尼》 型到不得了 男生、女生都很适合 到现在都依然是很多人喜欢 好像这个《温莎公雀夫人》 都是《铁达尼》系列的忠实粉丝 去到皇室珠宝 爱德华七世 卡地亚就帮他做了27个皇冠 27个皇冠 真是厉害 除了英国皇室 好像俄罗斯沙皇、印度的大公、欧洲的皇室 都是他的价格 1904年到1939年之间 卡地亚接获了15张皇室的委任状 包括英国、西班牙、葡萄牙、 俄罗斯、希腊等等欧洲的皇室御用的珠宝箱 所以卡地亚他做工当然很棒 还有他的国际声誉也很厉害 欧洲皇室都找他 好 继续 这个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我在他店铺见过 但我未见过有人用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Mystery Crocs 叫做神秘的钟 有什么神秘呢 是因为这个钟看上去 是好像没有机械来连接的 实际上他用了一些很厚灭的机器 和一个机制来运作的 这种标是在1912年的时候推出的 他这个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那些时针和分针好像是浮在空中 好像是飞的 实际上它是固定在两个透明的水晶盘上 而这个盘又由隐藏在框那里的齿轮来驱动 因为盘是透明的 搞到那支针好像是浮在空中 所以就叫做神秘的钟 这个钟除了说钟这件事 当然是贵的 还有水晶盘的打磨要需要很高的工艺 是完全没有瑕疵的 如果有些瑕疵 譬如花了的已经觉得不是很浮 从这一点就知道卡地亚制标师傅的技艺是多么厉害 现在你说科技发达当然是容易做些 但当时是100年前是多么厉害 好了继续 有一个叫做Trinity Ring 是什么意思呢 Trinity 讲讲设计背景 讲已经是100年前了 是在1924年的时候 由这个第三代Louise Cartier设计的 它是用三个不同式的金圈 玫瑰金、白金和黄金都是18K 是经典的三个圈 不同材质 当时是有象征意义的 18K白金是代表了友谊 黄金是代表了忠誠 玫瑰金是代表爱情 三个圈玫瑰在一起 就代表了三样都永至不如 象征了爱情、友谊和忠誠 现在已经是刚刚了 18年了 现在2024年 所以卡地亚也出了一堆新的Trinity Ring 还有耳環、手额 18年真是厉害 我讲了这七个比较经典的系列 其实卡地亚的经典系列还有很多 包括刚才说的Ten Watch、Santos Watch 还有很多经典系列 但我觉得这七个是比较经典和有历史的 其实我做这个YouTube 我又不是卖我自己的广告 我纯粹觉得有时我们逛街 看到一些店铺 我知道这个牌子 我知道东西很漂亮很贵 但是为什么它可以卖得这么贵呢 我身为一个珠宝的从业员 我觉得我们这些珠宝从业员 我觉得是需要认识和知道这些品牌 和认识到它一些色彩的款式 和它的设计理念 这几分钟讲解了卡地亚的历史 和一些色彩的款式 算是一个非常之简短 亦都很快地令到一些听众 认识了这个品牌 不知道你们觉得我说这个品牌 是太短还是太长呢 想长一些还是想短一些呢 欢迎留言 我下次拍另一个牌子的时候 就可以拍得更加好了 好了我这个YouTube就去到这里 我指明哥的铺铛在中环 威廉顿街14号地下 是地铺 地铺比楼上铺 如果你们有珠宝问题 或者想买珠宝首饰的话 欢迎联络我 香港电话985-888-500 随时WhatsApp我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希望你like、subscribe、share 拜拜